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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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方强壮大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旺那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我们在未听神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有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生命气息 主我们多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主但愿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来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稍微看过旧约都很熟悉的 就是他们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就虚心背了 因为耶和华吩咐他 吩咐那些石头流出水 给那些以色列民去饮 但是他当时很生气 因为那些以色列民就向他埋怨 所以他就拿一支杖去打石 神就因此就说摩西是不听他的话 所以摩西就不可以入到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现在呢 在经文的开始 耶和华就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那叫约书雅 现在就要入去那个应许地 那我们可以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以色列民呢 应该起码都有二百万 是不是? 出埃及起码都有二百万 那一直都是摩西带他们 这些人来的嘛 约书雅只是一个帮手来的 现在忽然间摩西不在这儿 所有的重担呢 落在约书雅的身上 那约书雅会怎么想呢 那他们现在不是去玩哦 不是去炒烤哦 是不是? 他们是去爭战哦 进去那个应许之地哦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他有什么担心先 在三十八年前 曾经发生的一件事就是 耶和华那时候 其实他们不用在抗野兜四十年的 在三十八年前 他们已经去到加南地的门口了 那时候呢 神就叫摩西派十二个探子 去探一下那个加南地是什么样的 那就回来报告了 那他们就选了十二支派 其中每一个支派呢 就派一个人做代表 那所以就派了十二个人呢 去探那个地 他们去探那个地呢 又探了四十日哦 那就回来了 回来报告呢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 大部分 就是说十二个人当中呢 只有十个人呢 是反对呢 去进这个加南地 只有约书雅 和一个叫做加南 他们就贊成是进去的 他们当时形容呢 这个那个情况呢 很有趣的 我们大家揭一揭去 《文数记》第十四章呢 就是前面 在你的圣经前面 是二百一十二页的 是大家的圣经二百一十二页那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十三章最后 好了 那十三章的三十二节 大家找到 二百一十二 那这里就说什么呢 探子中呢 就有人轮到呢 他说他们去规探那个地方呢 就向以色列人呢 就报恶信 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所规探 经过的地方呢 哇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见的人呢 都身材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些 就是阿纳族人 他说都是为人 他说都是为人 据我门看呢 他说 我们自己呢 在他面前呢 就好像呢 炸盲一样 即是等于他们很高大威猛 那我们就很小粒 他们高大到怎样呢 他们最小粒那只呢 都可能好像罗智德那麽高大的 最小粒那个 那我们以色列那边呢 最高大那个呢 都好像我那样的 那你说怎么打呢 没得打喔 如果在人的角度来说呢 是没得打的 所以他就说呢 我们在他面前呢 我们好像炸盲那样 他一脚就踩死我们 跟着我们看十四章 即是下面那里 第六节呢 第六节 《规探地的人中》 他说 《联的儿子》 若书雅 和这个加勒呢 就对以色列传媒众说 他说 我们所规探 经过之地呢 是极尾之地呀 耶和话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那地就刺给我们 那个地呢 就是流赖玉密之地呀 第九节他说 但是你们呢 不可以背叛耶和话 亦都不用怕那里的居民 因为他们呢 是我们的食物了 你看到没有 如果是说 我们白话来说 我们吃硬它 即是他们 就会用勤力的 反正 我们的食物 好 谢谢 谢谢